两天前 艾成才在脸书写下 爱是人世间最难的功课 也是最容易的功课 爱他吧 你就会得着永恒 爱到底多难 40岁的艾成选择离开人世 演艺圈好友不舍 第一时间陪在王瞳身边的 李明依在脸书写下 我亲爱的弟弟 我相信你在主耶稣的怀抱里 你再也不会有任何痛苦磨难和混乱 尽情的享受平安和被主拥抱被爱着 我们虽然伤心难过 但也深信有一天我们终会再团聚 曾经一起上节目的郭静这样说 透过房门了解他这个人 其实是也是蛮乐观 然后很开朗的一个男生 因为艾成算是艺人开副业的前辈 那他有跟你聊过亏损的问题吗 其实没有耶 因为那时候好像我们就是访问他们家的那个拉沙 对然后所以其实这么细部的营运啊等等的 其实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要开服业的计划 8月才刚录制小明星大跟班 讨论选秀节目 同为超偶出身也一起上节目的福琼音 也坦诚相当震惊 我觉得就很难消化很难接受 就因为我们之间的谈话都非常的正常 就因为我们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感受到他会做这件事情的 是感情还是因为经济的压力 福琼音这样说 但是他的感情的部分 我就是真的完全不清楚 因为我没有机会聊到那边去 就是我跟他老婆比较少交集 有在我们录影的时候 他是有提到说现在还在还债 就是西门的那一点点让他亏得很 让他就是守了很久 然后最后才不得不放掉这样子 就说就是在务现在还在还 他在说的时候 我就感受到这个情绪比较大一点 就是比较比较就眉头深锁 蛮遗憾啊 就是因为我们我们有约吃饭 后来隔一中我们就聚会了 就是我江明娟张远金龙中豪 哎呀如果他那天有到现场不知道 我觉得至少我们能够就是好好唱开 就是放开来聊这样子 我我不知道 我觉得可能还有其他的事情 让他觉得没办法承受吧 曾经一起祷告 宋大明直言 这一切像一场梦 最后一次前面是在那个 这个祷告会嘛 他跟他太太都有一期出席 就最后一次碰到 我们有简单聊了一下 问他们最近好不好 他们都说很好啊 很意外 就觉得好像一场梦 他可能有一些点过去 然后他也 我没有办法想象一个人会 这样子他一定是很难过很痛苦 赖明威 容天玉等 也纷纷表达不舍 只盼艾成一路走好 再无管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